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学习这个 灵的工作的过程 有一个就是要会唱歌 会唱歌这件事 有些道歉是有困难的 也不是困难 他们会害怕担心很多 那这个也会是一堂课来跟大家讲 就是说 唱灵歌这件事 是要放轻松的 那不要有太多的自己的阻碍 那为什么要唱灵歌 先问大家为什么要唱灵歌 为什么就直接讲 讲中文就好了 讲那听得懂的就好了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定要讲灵语 对加强磁场还有呢 那我不知道他就要讲 最主要就是说 这个我们这个自信灵 启发之后 在那个灵界其实有他们的 频率在 那我们起云之后 会比较于倾向于 慢慢的开通磁场能量 就是会慢慢的 会想要讲灵语 会想要讲灵语 会开通这个能量磁场 那开通这个能量磁场 有些道歉就会慢慢的 出了训价 有没有 手舞主导 再来就是讲话 其实他这一些目的 都是为了要让我们 第一个是提升 第二个就是 如果我们以后要去 来为众生帮忙的话 就是要助援众生 帮忙众生 加强对方磁场 然后你要让自己提升 那以前我们还没有来 灵修的时候 有没有人还没有来灵修的时候 就会讲灵语的 有没有 没有 都是来的才会的 好 有没有还没有来到道场 年纪很小就开始讲灵语的 在座没有 没有遇到 好 我以前还没有来到道场 很小的时候 开始讲灵语的时候的我 我很害怕 我害怕 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好像中邪了 我怎么会讲一些 我听不懂的 但是我的人分成两个 一个内在的我 一个就是肉体的我 那肉体的我不想讲 可是内在的我很想讲 那我很困扰 那 我觉得我没有精神病 我觉得我很正常 但是如果一般人看到我这样 其实会觉得我是精神病 可是我很确定我没有精神病 我这个人 那个精神抑制很强大 所以呢 以前有这个磁场来的时候 我其实是用很强大 意志力在过日子 我是这样在过日子 在我很年轻很小的时候 但是这不是一个方式啊 到出社会的时候怎么办 会更严重的你知道吗 所以我通常就是独居 独居 独心侠 我都不太给人家讲话 因为我不舒服 我为什么不舒服 我今天如果跟这个同事讲话 他能以为我的磁场会 会来过来啊 我就感觉不舒服 那我怎么跟人家交朋友啊 其实他后面磁场 我感受得到耶 各位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状况 你们年轻有遇过这样吗 你们很幸运 没有像我这样子 都不知道怎么过日子了 那我都是用一个很强大的意志力 去过我的日子 我把自己过得跟平常人一样 我不会让人家看得出 我是一个有敏感体质的人 除非我的朋友跟我很熟 我会跟他说 那个地方你不要去 我会这样讲 那是很熟的朋友才会讲 各位道庆就是说 你们来到我们圣年宫 开通了这个能量磁场之后 我们会带着你去修 而不会像我以前的经验 因为以前经验就是害怕 到哪里都会感受到不好的磁场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去克制 那我只能用我自己的方法 去保护我自己 那我们来这边 有灵媒体质的工作 得到亲 我三堂课有讲 我们就是要来服务众生 跟帮助众生 帮母娘度 灵儿回去 帮忙他们 那灵性的磁场在开通的时候 它第一个就是 分配分感 那分感是为了要让我们的身体 的灼脏器清除 然后呢让我们提升 这是一种 第二种就是讲话 讲话也是要让我们提升 为什么 当我们以后有这个 提升的那个能量的时候 我们去开通一个 不会的灵儿 你跟他讲话讲久了 他也会讲话 他也会对你讲话 对打如流 而且还是 好像在聊天一样 还互相唱歌这样子 还互相有那个 手的姿势 对 那个就是在 对价对恋会出现的 那不懂的人会觉得 好像笑的 那两个也没唱得太大了 可是我们知道 我们没有 我们知道那是有含义的 所以呢 灵哥 除了加强磁场以外 就是一样 唤醒对方灵爵 我没有啊 我没有 我自己就 就醒了 我的灵爵就醒了耶 怎么会这样子 好 那我灵爵醒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 所以在很小的那个时间 我 我就是 压抑着我的生活 我也没有 过得很开心 好 那 林雨会讲 怎么办 那时候我就是 压抑着 不要讲 所以我经常的胸闷 气短 心悸 而且我的胸口 好像有大死仇压着 我每天都会 对心看 不然就还有背很痛 我的背跟墙壁一样硬耶 我都怀疑我以前是 十二生肖是属乌龟的 有乌龟吗 没有 我属乌龟 为什么我的背跟 跟龟壳一样硬 全身都是硬邦邦的 然后头痛 大概是这样子 但是我也不管它 因为我不想走这条路 好 但我要走这条路的时候 进到圣连宫 悬赏师尊 他有很 很 长期在外 以前他年轻也是跑龄山 因为他的老师 带他跑龄山 所以他对跑龄山这件事 是了解的 非常的透彻 而当他建立圣连宫的时候 他不会带我们跑龄山 这也是我想来圣连宫的第一个 因为我不跑龄山 因为我曾经就看过 那个跑龄山的人 有多混乱 在民国88年的时候 你看那多久以前 88年 启华 出事了 那这是一个历程 所以来到我们道场 我们会跟你 做一个学习跟教导 连这个都教 不是说 一般我们自我修为 那个要教对没有错 我们个性要怎么改变 来自于服务中心 这个都要 还有灵性上的修为 要怎么提升 就是改个性 改脾气 还有服务中生的时候 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个性脾气 还有 灵要提升的时候 有没咳嗽 我们直接交没咳嗽给你 我们直接把重点交给你 你提升是不是很快 学灵歌其实就是随性的去唱 好 那我们来讲 在学这个歌调之前 你要先有个观念 第一个 如果你内心有词调想唱 就唱自己的调 有没有 我们中越视线就是这样 他只能在调 能唱吗 有听过他的调吗 他的调也是一首流行歌曲 对不对 七八色 哈哈哈哈哈哈 有没有听到他唱七八色 有 有 那你知道你在唱七八色 不知道 你们听了那么久 不知道去调去七八色 好 那我给你说 去调到七八色 那个都是一个戒调 所以呢 那个没有关系 好 以前我在做加持的时候 有一个师姐 她唱的都特殊 你知道吗 加持下去 她在临缩想唱歌 然后我们母娘就说 好 凤女开口来 唱歌 她就说 嗯 不知道唱什么 随性的唱 开心的唱 放轻松的唱 请你的母娘给你歌词 她一唱出来是什么 你知道吗 当当 我这教学的时候不能 母娘是不会给我什么情绪 她就 unknown 唱得非常好 其实我结束的时候就會回想这首歌 这个不是上海滩吗 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这样的她?是 她当下的绿调就是想唱这 她不会唱我们的这种 摇地金庙的庭她不会 她内在没有 因为她也不是一个 很早就走进这种道场的人 她也不跑林山 她就是一般的上班族 各位你们是不是一般上班族 你们有没有跑去跑公庙跑林山 你们没有啊 所以呢 唱学习林歌 当她母娘说开你的庭的时候 你就把心静下来 你觉得你想唱什么你就先唱 不要去阻碍她 你也不要一直想说 你们都唱那个七个字的调 我不会啊 那要慢慢练 你一开始你觉得是什么绿调 你就先唱 好我们也有道清一开始唱什么 你知道吗 也是很好玩 母娘加持下去一样唱歌 她唱 唱得非常好 可以唱唱 我回去就开始想她唱的是什么歌 她唱什么 笑号江湖 对笑号江湖 唱海医生笑 有没有 可不可以 可以唱 刚开始你起来练的时候 随性的唱 不要觉得 可以唱 唱不到歌 不会 不会你就先练 接磁场接磁场 慢慢再去转我们 我们那个书里面的这些词 因为书里面这些词调会更多 有更多的磁场 而在于你个人来讲 那是你熟续的滤调 所以你先接你的磁场 这样有没有清楚 那你唱出来了 你这个喉咙 胸口 甚至到胃 这个地方的气场才会通 有的人 一家词说 我书里很痛 书里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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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唱歌 有的人会 控制 不给他唱 好 那我们今天这囊课就是 来告诉你 不要这样 要给他唱 所以呢 如果你是自己想唱得掉 你在刚开始初期想要唱 有接到磁场 你就唱 我们也有师姐唱这首歌 唱给你们听 哼给你们听 哼给你们听 这首哪一首歌 飘龙之路 是不是飘龙之路 是不是飘龙之路 太小了 都听了吗 哈哈哈哈哈哈 茫然的眼睛看着我 好 冷静静手 谁很痛 好 这倒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的 所以你们对林哥不要 就是先 先有一个阻碍说 啊这我不要唱 你初期接磁场的时候 就先唱就对 我们会慢慢调整 你磁场接吻了 我们会再把你转调 好 第二个 学习后天调 好后天调就是 你经常听到的那一些 戒调 好 这样有没有理解 那你也可以唱你出你自己的感觉的调 可能都不是这些歌仔戏曲调啦 或是说流行歌曲 可不可以 可以 你只要唱得出来都可以 这样不清楚 当你要唱这个灵歌的灵调的时候 前提是你要先讲灵语嘛 会不会先讲灵语 会 一定要先会讲灵语 灵语要流利一点 咬音要清楚 1234567 1234567 7654321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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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讲灵语 咬到 我们的天啊 穿糙 磁场就OK 再来练歌 好 这个过程就是 如果你开始练歌了 先去学你抓的音调曲调 不要跑那个调 跑调就是走音的意思啦 第二个呢 肚磷的时候 你不要唱得太高音 像我的音域就比较高 没办法 那我有时候肚磷的时候 我会把声音压低 因为我如果唱太高音 然后我 我们母娘说 那换你唱 她唱不上去 她唱不上去 不是她不会唱 是音跑高 高不来 所以我们肚磷的时候 会把音压低 以及去看这个人 她的音域是高还是低 这样了解吗 第二个 你在做同一个人的时候 以及你在做同一个人的 领导的时候 不要一直换调 你可不可以在领导的时候 练习你的曲调 可以 你可以在领导的时候 练习你的曲调 但是我今天譬如说 做预娟的时候 我就唱A这个调 我帮淑芬做的时候 我就唱B这个调 那是我在练习 是啊 我在练习 我会在做一个人的时候换 很多调 这样那个人会乱 也不要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是在做领导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一直换调 建议是不要 不然对方的感觉就乱了 好来再来 你开始会唱抓掉也熟了之后 我请你慢慢的唱 慢慢的唱不要急躁 越慢越好 所以你通常在练这个歌曲的时候 是先练会 练熟 再练慢 越慢 那磁场降 那磁场降的磁度 会非常的呃 重 磁场度会加重 那磁场度加重 我们在做领导 做先天气场的加持的时候 是不是先天气场带动对方 我们要帮助他带动他出 磁场下来 对不对 好 第五个 你要开始自我突破 然后这一些就是我遇到的 师兄姐跟我讲的 嗯 我不会唱歌耶 我唱的不好听耶 我都说你是要歌唱比赛吗 好 不是歌唱比赛 你不要去想好不好听 好 不好意思耶 好 我不敢唱 我怕唱的不对 我怕唱的会被笑 不会 你就去想这叫接磁场 你正在接磁场 而你内心的音律是你脑意识中的 你最熟悉的音律 好 像我们刚刚说唱那沧海一声笑的师姐 她的内心有这个音律 这个音律在我心里 我就是唱不出来 对不对 你们唱得出来吗 呃 我们在学这个曲调的时候 有有分一个 就是比较台语的 因为我们是台湾人 台语的歌调 那我们有些师姐师兄呢 他们会唱比较外省的歌调哦 有人会唱黄眉调 你们会不会唱黄眉调 没有 没有人会唱黄眉调 好 你掰完了 我们有师姐会唱黄眉调 我不会 我唱不出来 而且我想学 我学不来 我这条灵学不来 我曾经就是一直要把自己 呃 把黄眉调的曲子学起来 我怎么学 她就用不来 很少唱到黄眉调 所以我就放弃了 因为我仍会 但是我的灵就好像不要 我就顺着她的感觉 好 这些都是观念 有没有懂 有没有懂 有懂 我们才来唱 唱练这个歌曲 那你在学这个灵歌的时候 初期 初期你会发现 在家里 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 好 好 这个是正常现象 因为太多人问我了 没有真 有时候一个人在洗衣服的时候 喂 欸 连我走出来唱歌 欸 他怎么这么奇怪 哎呦 那这样好 呃 如果你一个人是没有关系 好 那如果说 呃 最常就是说 一个人在做家务 或是骑机车 就是当你一个人的时候 他会跑出来练歌 练歌练唱 会不会这样子 在座会不会 这叫正常现象 不要担心 不要害怕 因为他不用你日常生活去练 他 他总不能来到道场才练吧 来到道场很忙啊 你要服务众生 对不对 你还要去做很多工作 还要做你的静坐 还要去做你的训题 没有说心静的下来去练一首歌 所以呢 日常生活在生活上 甚至在工作上 你一个人静下来 他会不会有音律跑出来 而且那个音律喔 一结束你 之后去想 你想不起来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就是他在练 忘了就算了 你要那么随性喔 好 当你学会了 林歌林歌的曲调之后 当你想要用这个林歌来到道场 呃 做做练习的时候 还会有一个现象就是 你在家里 你唱得非常好 记得非常清楚 可是他来到这什么都忘记 有没有正常 会忘记 为什么 因为你的林不想唱 哈哈哈哈 就这么简单 我没有真正 我喔 长喔 长万点 那个 咬地筋廟 那个店 我唱几枚呢 我明明就把它练起来了 可是我到道场的时候 要去执行的时候 咦 怎么没半条 都说不要唱这个 像唱观音符廟的条 怎会这样 正常 为什么 做灵的工作的 主要的是 先佛磁场 还有你的灵来做决定的 你这样了解吗 不是你 你做得了决定吗 你做不了 因为他不给你音律 你就唱不出来啊 对不对 你怎么唱 好 这个时候你就要去跟你的灵沟通 诶 你不想唱我 好 我配合你就别唱 你在做灵性的工作的时候 比如说灵修或灵疗 或是在度灵别人的时候 一定是非常的随性的 一定是要这样 这有没有了解 然后 不要跟你的自性灵生气 或不要跟先佛生气 我明明在家里练的那么好 怎么来这里一走都不会唱 你真的很奇怪耶 我自己发飘 我跟自己发飘 有没有必要 学这件事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不能骑 不可以啊 这个都是负面磁场 你没事跟自己发飘干嘛 他不会唱 了解 他不想唱 了解 你的肉体配合他 这些情绪就把它拿掉 因为这也是修为 因为我们在这个 带领我们道庆的路上 很多人都在这边 就怎么样 被烤倒了 比如他在唱 学习唱灵歌 训题的时候 唱不出来 然后就胸闷 就生气 就说不训了 然后我们就问他说 啊怎么怎么 怎么训到一半 怎么结束了 啊 我的灵都不会唱歌 我不想了 我不练了 那不练就继续练啊 不想练了 然后就不来了 然后就没了 你都觉得好奇怪哦 可能 考验来了啦 一下子就不想来了 所以呢 你在学习这个的路程 请你也把你的这个个性改掉 不要去对他发脾气 好 然后要对灵的世界要有所了解 如果你都是用人 人的想法去要理解灵 那你可能会卡关哦 你会卡很大的关卡 你会没办法跨越过去 因为自己的想法 而阻碍了自己 好千万不要是这样 有没有都比较理解 好这些都是观念 所以呢 会唱灵歌的道清 请你们就是把它练到流利 还不会唱灵歌的道清 那你就看你的灵语练到什么程度 也没有办法练到流利 好那要不要练流利 是不是要时间 要训题 要来这边不断的做功课 这个都要 你做功课做出来一段时间之后 灵语开通 体态更加的稳定 好你在训题的时候 融合了先佛的磁场更加的稳定 你的整个会提升起来 有没有会提升 如果最近道清会觉得说 哎来这边休一阵子的 身体还是有一些些 不是那么舒适 那你就要去问自己 哪一方面的功课 好像对于自己没有做到的 你要自己去检视 那才会知道说 哎你的灵 在对你做什么要求 而你忽略它 你忽略它 它就会让你不舒服 它通知你一下 这样没有理解 有理解 好 那如果有在练习 已经开始开灵语的道清 我希望你们能够勇敢的说出来 不要怕说错 不要怕有人会笑 不要不好意思 因为当你把磁场开通接下来 转了一个念头的时候 磁场度降到你身上 你的舒适 你的身体就舒适了 这样了解吗 不要因为那个 就是都是这个想法 那你就是讲的时候 你就是面对着先佛 讲给先佛听 你就一个念头 我讲给母娘听 我讲给季公师父听 因为我们听不懂嘛 我们听得懂的是情绪当下的频率 这个我也感觉得到 但是我们没有要处理圣物的事 我也不会说 因为那个不需要说 但是当你在练习的时候 譬如说混嘎的时候 开始要讲话 那你就把你的体态缓下来 走三川步就好了 或是这样左右他都可以 因为你这样才不会传嘛 那再来开灵语 这样了解吗 那把这个翻成两个层次 一个是训体训价身体上的舒畅 好 身体上舒畅 训价的状况都已经比较稳定了 再来练灵语 那你当你练灵语的 最好的方法是 坐在旁边 静态式的练法 就是在那边轻轻的律动 然后跟你的先佛说 请教我讲讲看 如果你觉得 这样子还是不会 没关系 问圣物人员我们会教你 这样比较快 可是你们要主动来问我们 好 如果你说 啊 不好意思啦 嗯 不知道 凶手吗 呵呵呵 啊 你就 滴滴 会慢一点 那如果我们有帮助你的话 可能会快一点 这样子 知道吗 好 那 那我们现在来练唱 我们要来练唱 我们要来练唱这些歌曲 好 以前师父都会教我们 灵歌怎么唱 所以我们翻到那个 后面 21 11 有没有会唱观音寄语 好 我们以前在学习的时候 就是把观音寄语这个调记下来 把他记下来 记下来 然后之后回家练唱 好 我们是这样学的 不是说 诶 这个曲子我很熟 可是什么调名我不知道 我是 因为我要学的很清楚 所以我通常会把 观音寄语的调 跟他的那个名字都记下来 观音寄语怎么唱 你们只看到字对不对 一声秒来一声道 真心 真一般般做 好 我唱一遍给你们听 好 那你们 唱第二段好不好 我们唱两段就好 会唱的人 先不要唱 唱第二段 我第一段唱完之后 你们唱那个 莫再耽误顾自己这边 好不好 第二段 有没有清楚 好 我在唱你们的时候 你们先不要唱 好 第一个先抓调 好 前面的调怎么唱 要先抓好 观音寄语 好 好 一声妙来 一声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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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嗟 哇嗟嗟 好,因为我们有路 所以你们可以回去听 这一首歌叫观音济语 它的调就是这样唱 那你可不可以把它唱成别的音调 但是可以啦 但是说就会比较不太一样的感受 比如说你都用姚蜜龟盘来唱所有的曲调 是可以啦 但是我们现在在学调 所以就不要只是唱同一个调 这样了解吗 这个调会了吗 会了,好,我们翻下一页 这首很简单 这首非常的快的可以学起来 这首就叫 老师金母度化灵子台 好,上面的那个长头是 无极腰痴 西王金母大天尊度化灵子台 好,我们唱的时候也会唱到台哦 那个这样子圣连转灵台这个就不唱 因为它刚好就是到最后这边结束 有没有人会唱这首歌 有没有人会唱 会不会唱,中秋会不会唱 不会 好,那我唱四 我也是唱四句,你们也是唱四句好不好 这样了解吗 好,我现在要起调哦 母上 环兴 环兰苏代理 驾路 説 方 情 花 開 遙 中 凌 主 江 阿 翻 來 在 水 救 兩 百 方 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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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 下 細 小 姊 зн 66 007 008 在 水 救 舊 莉 戌 競 2 天 上 你 甘 無 ť 應 喪 爲 這 獨 變 若 丼 恩 久 萬 世 战 逗忌我尊重为了来 我情嫁可惜万能带 变化万策不丢开 祝會要避免的海 臺灣坡的紅海派 都要唱喔 唱得不錯 你的記的這條叫做什麼? 豆花林煮台 就是這條 你會常常聽到嗎? 聽到聽到 你唱得就是這條 他的歌手是這樣 從初學的時候 我們剛開始在學的時候 請不要用背的 好不好 你沒開始要用背的 其實你開心就好 但是如果你用背的 你日後你要進步會很難 因為我們以前有師姐她在肚靈的時候她就用背的 她又把這些背起來 然後去肚靈 結果人家開的詞句比她還要活潑跟流利 她都不知道怎麼跟人家對詞句 你總不能整場跟她對 不太完美 我怎麼上台 唱一遍另一遍吧 這樣很奇怪 對吧? 那時候用背 我告訴你你別背 你會唱唱之後你要把它放掉 用自己的倔儀去唱 他說我就不可以開時鎬 我說不要緊你不可以開時鎬你唱靈異啊 他就說 好像賢修啦 賣修啦 我又來了 我說亂這樣我沒辦法 所以他去跟人對 對角的時候他都唱這條 跟他對角的事實 久了就不跟他對了 哈哈哈哈 你不要改嗎 對啊這有人的觀念嘛 楊明歸旁要不要唱 這首歌我有一點忘記耶 楊明歸旁有沒有人記得 有沒有人記得 玉娟姐不記得 不記得啦 有沒有人記得 有沒有人記得楊明歸旁 楊明泥現在 ПЧто你覺得 楊明歸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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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五種 monument 這是王孟的歌 這首會不會沒有人會26頁 好這一首呢他會轉音跟轉調 所以比較難唱 比剛剛那個杜化靈子台還要難 那我先唱一段四句給你們聽 你好 廟宛火靈頂靈媚 善天氣發 善天主生 收起兩山 路牽涉 滴火不開 多難行 好換你們唱 祢瀋 因既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瘦尔 瘦壳 瘦民 喔 很棒 你们好厉害喔 你们唱得好好喔 可是回去要记得 当然就没有记得 对 这首非常难 这首一定要慢 记得要慢 慢就对了 他的曲调也不好记 因为它到最后会转音 好 来 27顏 五母患子 龙华慧 这首会不会啊 这首会不会 没有人 那我唱一下 第一段 你们唱第二段 好不好 重启掉 赛王金廟 救世梦 王廟听见 哭心饭 要在春暖 千千水 在中仙冬 露露雄啊露露雄 从金母那边开始唱 金廟一枝 想一来 妙亲天 我 太感应 妙亲天 我 太感应 太动寿 面 通过金 哪通过金 天照片 天照片 鸣展 以鸟心 大鸟 言 イ investors 天照 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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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 好,我们唱到这儿 好,这个调呢 呃,没记得 这首有没有常听到 有哦 好,《五母患子龙华会》 记一下这个曲调 好,来,翻后面 这首有常听到吗 有在金庙专临台 这首会不会唱 这首常听到啊 有哦,好,我们起个调 呃,等一下 我唱那个试试非非何时了好不好 是是非非何时了 这首音要拉高 好,你们要唱哪一段 哈哈哈哈哈哈 群蛋来唱 要不会 从母娘下凡猪泪滴 开始唱 要不要试试看 然后我帮你们起哈 那你们唱后面好不好 好 好,有声是非何时了 《五母患子龙华会》 这首有转音 而且这首有拉高音 所以这首不好学 有没有记得 先记得调 回去再慢慢听着练 来 慈母下凡旧灵儿 这首也不好唱 这首师傅常唱 有没有记得 来 我起个调 赶温松松哈吉 显温惊风变永吉 妙欢众里 减甲戚 风哈面里 没买情 第一首唱不出来的 不然我唱你们歌好不好 流乱观点 无聊时 因果堪定 难改去 你们跑掉了 抓掉一下啊各位 第一个抓掉 全部跑光光 会不会很难唱 音很像 我们唱都觉得不大一样 好那我再唱第二段给你们听好不好 你们先听哦 流乱观点 无聊时 音国地心 难改去 将生 万福 买做你 音乐 当初 过 何时 既 后面都一样 要不要试试看 公堂寺庙有灵址 要不要 来起个调 来 来 我想喊一下 三二一 为什么会跑去哪里 你回来呀 你们唱到别调剧了 这首要不要先跳过 这首太难了之后再来聊 先跳过 我们唱完五母狮子琴就好了 太难了这首 有没有听过狮尊唱得过这首歌 有 他唱林歌 他唱林歌这一首就就就比较不一样了好 然后来我们听一下五母狮子琴 这首应该你们也会唱 有没有会唱 都摇头这样子 好那我起跳 我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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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中 風來途頂 若來生 送花廟 逛中 你媽要再唱慢一點 主命像藏山 黑仔風吹 逛去噴火 放冰窑 逛逛 逛去噴火 逛去噴火 好 繼續唱 祝福 逛去噴火 放冰窗 逛去噴火 放冰窗戗 逛去噴火 放冰窗戗 逛去噴火 愿无意了解 既无情从我了解 我愿意把你平摆 既有才遥恨是世代 万就一对来 既然听听懂才 你平摆不耐 我愿意把你平摆 你平摆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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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干满 莫丢药心肝 三个爪鬼 笑阿妖牌 若永何所在 千載難空 龍馬化太 光明啊愛的載 中华天地 天哪陡地 奉心之河飞 很好啊 有没有觉得这首很有感觉啊 有这首就是慢慢唱 那个磁场就慢慢下来 所以我们今天比较难唱的就是 吃母下凡救灵儿 看不过唱不完 好 那来再来一首 这一首呢我们通常就是 我们唱的时候会有分 就是男生的跟女生的啊 其实也不是真的在分啊 就是男生的音率就是比较低嘛 那女生高一点的话 所以女生在唱的时候 你要自责 如果你是在肚龄 那一定要把声音把它压低 这是一个方式 然后呢 这一首叫寄宫调 寄宫调的曲牌名叫南山调 它歌仔是曲牌名 南山调 有没有听过 一定会唱 如果看到你觉得这个稻青 开始在转 想苏 你就要 用这一条来给它带动看看 有时候磁场会比较强 要不要唱 有没有要起调 好唱完了 学起来了没 有没有很好唱 好记得这个吊 如果呢 你觉得有其他这些吊都很难 那你就先学这个吊 这个吊是比较快速而简单的 会不会唱 会唱 如果各位道青 想要自己学习进步的话 你们可以在家里去尝试着开开诗句 那用长头诗去开 会不会开 不会 那我们在这边做一个小小的练习 怎么做长头诗在开这个诗句 好譬如说我们用 我们用这样开 好 好来那个 郁娟给我道的第一个字下面 随便 和话几元 道法自然 天命开 好的 道法自然 天命开 好第二句 来谁要来提供一句来 赶快 很棒的 很棒的 你们都很有感觉的我知道 呵呵呵呵 第二句 记 记是救人 会拧开 记是啊 救人啊 好的 救人 会拧开 好第三句 来第三句来 缠呢 缠 第三句用缠缠接下来 想想看 好来缠 怎么吞 缠什么 嗯 睡着了 呵呵呵 我接时长 好 最后一个字 诗 没有啊 赶快 太难了 呵呵 我都还没有请你们上来开 以前我们都是这样练的 吓死人了 料理上来 我就上来开 最后一句 诗 好 因为我们台语会有韵脚 有没有 这个是最容易的韵脚 I的音 开台 开台来 I的音 台语的I的音是比较多 所以你们可以用最简单的那个韵脚去开 可是如果你们要让你们诗句感觉更好 就要把押韵的韵脚给找到 但是这要看每个人的学识 如果一开始没办法也没关系 你开得出来就好 这样了解吗 好 我们要来唱这首歌了耶 来看一下 唱一下 来 谁要起吊 用这种吊 这种吊 这种师傅会笑死啊 像师傅会笑死 像师傅阿杜这么唱过 现在都没记住了 哎呀 他唱那种吊 你有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都发自然天灵开 天赤金铭灰灰灰灰灰灰 想提你 卸上何处 华上何流华会 很好啊 拍拍手 好 那如果你要用这一个调去唱别的可不可以 其实只要七个字音都可以 所以为什么你们要先学调 字都可以再换 可是吊你可以也可以换 吊你可以唱哪一首 我们唱明明白一条路好不好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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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三季依利逝三宝 宿团三宝涼花灰 宿团三宝涼花灰 好 当你们学一个吊起来之后 你们就可以这样去练真唱 那一段时间其实就很流利了 这样会不会 在家里如果你可以练习 拿一个本子 那个本子就是一本练习的 你会在家里练习 拿一张不要随便白纸 因为这也是先佛会给你吃上酱的诗句 所以不要乱丢 就拿一本本子 用红笔 蓝笔 黑笔都没有关系 你欢迎就好 就感觉有就写 感觉有就练 你可以这样练练看 是可以提升跟进步的 有没有清楚 这就是长头诗的一种用法 跟你的练习方法 练呢 因为你自己开的东西 自己唱是最好的 因为你自己最记得 这样子有没有清楚 有 今天有没有学到 有 有 就是唱走调 就有觉得到 糟调 这边唱一个调 这边唱一个调 好 那 林哥的部分 他要长期的练习 所以他不是很快速的 所以刚进来道场的道庆 你们可以先安排自己的功课 那修行的路就是来日方长 你不要急 虽然天命紧急 天命紧急 他会要我们赶快进来去皈依 做共修 可是进来到道场的时候 你要开始规划你的路程 功课 还有怎么调转 你的心性 脾气 你要自己下定功课 你才有办法去做这些事 那要有目标有方法 才不会茫然 那有灵修灵疗 接到这个指令的道庆 我们会在共修时间 请你过来学习 因为平常很忙嘛 我们也不会另外开课 所以如果有共修时间 请你过来学习的时候 你一定要配合 然后跟着我们生物赶快学 有问题赶快问 好 那如果你已经去学到 开始在唱歌 讲灵语的道庆 那这一部分就是帮助你 怎么提升起来 如果你已经开始进步到可以写 写白话诗句的道庆 就用我们刚刚的方法 你就准备一张 准备一本 笔记本 空白笔记本 然后都在里面写 然后写的时候 写日期 然后写 哪位仙佛给你的 然后写完了之后 你把它做存档 这样子 或是说你绝不想留 你要拿来道床化掉也可以 这个都可以 因为那毕竟是 仙佛开下来给我们的东西 我们不能乱丢 有没有清楚 有 有没有问题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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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想到问题 是不是 好 那我们来下课 可以先请你 全体好照 感恩 目前都没有 在面子边 天三间内 一间内 二间内 万间内 对 两个人 多方 一间内 两间内 万间内 甘願將先問 佛法祝賓 行三經內 一經內 二經內 萬經內 甘願廟真師母祝賓 行一文內 甘願廟真師母 甘願到請下課 NASTE